中国渔船在金门海域翻覆的事件 加剧了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 台湾海洋委员会证实 昨天有一艘中国海津船 进入金门禁止水域 另外有四艘海警船 进入限制水域 对此台湾批评中方 宣誓主权的政治意味强烈 它的意涵 我想政治的意涵非常的高 那当然是一种宣誓主权的形式 我们很不乐意去看到 说一个执法的个案 那过去也有过案例 但是这一次却把它绑在 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作为之中 都不期望有任何作战这种状况发生 国家那个避战 是避免战争 不是避开 他如果好像一知如何 我们战略规计有很清楚的一个规律 但我们不期望发生这种事情 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席管碧林指出 这五艘船都只是短暂停留 在台湾海巡警告之下 不久就离开了相关水域 他强调金门帆船事故 将以过失至死最先方向侦办 台方已经释出很多善意 希望双方尽快达成共识 让事情落幕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则是重申 台方不希望将事情扩大 甚至引发战争 目前中方尚未回应这起事件 感谢大家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